记者调雪如新竹报道,国道3号北上87.4公里凶林路段,今天发生一起死亡车祸。 国道警方调查,57岁苏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扇国道,行驶中车子疑似引擎故障,直接停在最外侧车道。 苏南准备下车摆放警示标志排斥,后方半连结杀使车闪避不及,猛力撞上,造成苏南头部重创,谭飞在中线车道身亡。 国道公路警察局竹林分队表示,今天上午将近9点半,苏姓男子行驶国道3号北上胸林网关新路段,行驶中突然发生故障,车子直接停在外侧车道。 苏南下车绕到后车厢,准备拿出事故警示牌,没想到还未急放置,急遭后方砂石车撞上,整个人潭飞出去到中线车道,距离故障车约30公尺远,当长脑将肆意死亡。 警方出产研判,自小客车疑似引擎故障,坐后车方遭撞后坏严重。 砂石车则往前行驶约100公尺才停止,卢姓驾驶经久侧未测出酒精浓度反应。 砂石车疑未保持安全车距,确切的肇事原因,警方仍在调查厘清。 卢姓,35岁,驾驶向警方表示,当时他行驶最外侧车道,突然看见前方有一辆自小客车,一名男子站在车子左后方,他完全没有时间闪避,就直接撞上,自己也下了一大跳。 卢南平日驾驶连接车载运建材混合废弃物,在新竹宝山地区套车,案发时正空车行驶国道3号北上。 苏南本身是新北市人,女儿向警方说,今早父亲开车载他到新竹上课,没想到回程发生车祸,这辆车子很旧,父亲怕车子温度太高,还加水降温。 他怀疑车子可能引擎故障,而破停在国道上,国道竹林分队副分队长周贤提醒,行驶国道如突然发生故障,应立刻打警示灯,并在车子后方50公尺到100公尺处,摆放警示标志,驾驶人应立刻走道路间以外,拨打1968寻求协助。 更新时间,17点40分分。